总没见过这么黑心的小贩 妻子把臭猪肉扔进垃圾桶 男人立马就急眼了 就在这时 附近的学生过来买闸串 男人手一抖把火腿掉到了地上 心想这可不能浪费 于是趁两个学生不注意 又偷偷捡起来 在干水桶里涮一涮 接着放铁板上继续烤 当把火腿递给女孩时 第二天 女孩被爷爷搀扶着来到摊前 原来他昨天吃完之家的杂串后 导致上毒下泻 一看就是食物中毒 爷爷怒气冲冲的讨要说法 可男人的态度十分嚣张 你家孩子食物中毒 跟我有啥关系 我怀疑你的东西不干净 不干净 昨天一块来的还都没事 就你家孩子有事 爷爷 这里好臭 爷爷气得咬牙切齿 可由于没有证据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爷爷大骂老板良心坏透了 便生气的离开了这里 收摊后 男人去摊子上买水果 这老板不注意 他又打起了如意算盘 从狗袋掏出准备好的烂橘子 老板见状连连道歉 为了堵住男人的嘴 只能免费送他一大袋橘子 回到家后 男人和妻子分享今天的战果 不料妻子一把捂住鼻子 说他身上太臭了 让丈夫赶快去洗澡 接着打开塑料袋一看 发现一大袋橘子都是烂的 另一边 男人正在浴室里刷牙 身边突然出现一群苍蝇 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男人惊恐的大声呼救 妻子听到动静赶忙过去查看 刚推开门 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男人竟变成了一块臭猪肉 故事到此结束 刚开始男人身边的苍蝇 只有一两只 最后却招来成群结队的苍蝇 暗示男人的良心越变越坏 最终惨造报应 变成了一块臭猪肉 做生意还是要有良心 不然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我是龙猫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